歡迎我們政委本尊來到現場 政委請坐 您就直接坐中間 好我想我們剛才在 政委你直接面對他們 對對這樣面對 可是燈光會不會打到 所以 這邊中間應該會把它 會拿掉 好不好 好那我一開始的時候 我想先特別問一下 就是 因為你有天才而同的這個問題 我不應該做這個問題 這個這個這個 我現在念六首小學 那個影片是錯的 因為他的過目實在太快了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很多東西 因為我看到說 你看那個什麼 那個有一本書 那個艾科卡的書 是不是 兩個小時就看完了 對兩個小時 他就把艾科卡 怎麼去做定價模式 怎麼翻轉公司的領域 克萊斯的那一段 就全部讀完了 所以你無疑是個天才 但我要問 因為 我自己不是天才 我想我們大部分的人 不是天才 但我們中間 已經很久了 對 但我想問說 天才跟不是天才的人 在一起相處的時候 會不會有些困難 我覺得 好不要 如果您現在 把你裝到八十歲小孩的身體 然後讓你去年小學 你也會碰到困難 你想會碰到困難 就是這樣子 那個教育部有製作 那個把教育部長 就是潘部長 放到一個高中生的身體裡面 一系列男方 在他們的臉書粉傳 一年多錢用 那就會碰到那種困難 好不要看過的話 也可以就是看一下柯南 可是 可是我看到影片上就是說 還有故事裡面講說 你好被你的同學霸人 對 那 可是我們通常也會覺得 天才兒童也會霸人 我不知道 所以我很好奇說 當你智力比別人超前的時候 你為什麼不會 你不會這麼刻意的想要去霸人 你會有什麼時間去霸人 我大部分時間都在做理解 OK 好 那我不知道在 尤其你當你八歲就會開始寫程式 然後你十四歲就已經創業了 然後你十九歲就已經當了總經理 對不對 那像這樣的歷程 我覺得有一個很大的麻煩 就是你常常進入的一個領域裡面 你旁邊的人 可能都沒有辦法理解你再想什麼 不會啊 他們年紀雖然比我大二十七十二 但我們在做的程度是一樣的 其實只是年紀的差異 OK 那你怎麼樣讓他 我覺得說怎麼溝通 讓你要推動的事情你做得下去 特別是十九歲當總經理 你的身邊的人一定都比你年紀長 應該 理論上應該比較長 那你今天要 然後 你不可以碰到這件事情 不可以碰到什麼困難 然後 這個是很傳統叫Servant Leadership 就是不認識的領導 那我專注的做的事情就是幫 好像現在在內行政院裡面 就是幫公務員 我把自己叫公普的公普 意思就是說幫公務員 去降低他的風險 像剛剛講的 那就是確保說 那這個時候就是降低所有人的風險 那就是靠資訊的通力嘛 那接下來就是省大家的力氣 大家不需要去已經賣完地方排隊 那最後就是增加護行人 每個人在排隊的時候 看到前面的人刷了健保卡 當時就是可以在手機上面 看到他的固執減二減二 現在可以堅持堅持嘛 所以就是如果你看到 反正他加十一就 然後他打個一九二 所以這次他有一個 大家可以參與實驗證的方法 所以降低風險 然後就是省力 然後增加護行 那這三個我在做的時候 就會會top down的去說 那我現在今天要做這個 然後形成另外兩個 我一定是快樂圖改善 所以這三個在增加的時候 另外兩個不減少 那透過這種普認識領導的方法 其實就不會有任何 他當官的問題 那所以你十九歲的時候 就這樣做 對 那所以這是 這又是一個天分 沒有 其實我們在網際網路上 都是這樣子的 因為我們在網際網路上面 大家在加入網際網路的時候 你也很難去強迫別人做什麼 對 他如果不想要跟你強迫 他就 不要跟你講話就好了 對 那網際網路也不是說 我們有什麼空軍 或者海軍去 就是強迫其他的國家 加入網際網路 其實網際網路社群 當時讓各國的政府 願意去加入網際網路 完全就是靠 像剛剛講的這一種 去放置的人 降低強盾 降低風險 增加護行等等的這種訴求 而不是說好像是非加入不可 所以我想這是叫 Internet Governments 那這個是我十四十五歲 所以就是一種非常熟悉的一套做法 可以說是我第一個了解的證據系統 OK 那我好奇的就是 當你十四十五歲的時候 你了解 可能那時候的大部分的環境 還不是那個樣子 那所以當你在去溝通一些事情的時候 可能很多人是沒有辦法想像這樣的事情 那我相信在你過往這一段四十年的左右的歲月裡面 應該是有很多這樣的一個狀況 就是你已經看到了 但實際上很多人是沒有看到的 那你怎麼去引導別人 或者去說服別人 能夠相信 讓他們相信 或者特別是那些人手上有權力的人 他願意來相信你看到這個證據嗎 其實就像剛剛講的 我們是不會說 一定要他來相信我這一套 而是說我先問他 他的痛點是什麼 好像說 很多的領導人他的痛點是 他所看到的東西 別人看不到 對不對 就你剛剛講這個情況 那這個情況下 如果有一個共用的儀表板 像我們今天在院會上面 院長賽 又開了那個豬肉鏡頭的儀表板 然後用一個巡政治理的方式去說 今年從開年到現在 比起去年從開年到現在 所以那個儀表板 電視上講的不太一樣 電視上是說 他一開始更新的時間有點長 但我並不是退縮說 那就不做了 而是說去把他的更新的時間 變得更及時 所以在這樣子的概念裡面 決策者看到 就跟所有受影響的厲害關鍵 看到是一樣的 那一樣的 當然你就可以 你也可以不滿意 當然 但是至少這樣子提出來的意見 或抗議性 不會被minile management吃掉 那這個時候 就是upper management 其實是降低風險 而且是對戶心的幫助 所以我的做法就是 不斷的營造這樣子的工具 這樣子的空間 而不是說 我自己一定有怎樣的意見嗎 一定要一定要來做事 OK 那我們看到你 這邊我們寫了你的大事記 那你覺得這一連串 像你33歲就退休了 我不知道說 把退休這個字 highlight在你的人生中間 33歲就放上去 它到底 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因為33歲好像很年輕 然後但是就退休了 那代表是什麼 我不再為某些事情而工作 還是說 我的熱情跟動力就降低 也不是啦 所謂退休的意思就是說 當時我就 確保說 我可以有了 就是 選擇我每天要做什麼 這個能力 這個權利 它不是說 好像說我在市場裡面 現在在公司的某個地方 我不能說 就不做了 不然 我的上下腰都要很慘 那所以我當時 就是所有的職務 都是顧問級 那這個顧問級 我今天不參與 那家公司也不會怎樣 也不會因此 會倒掉 那就是退休的意思 這樣 那所以應該是說 社會參與的方式也很一樣 就是變成是一種資源參與 不是好像說今天醒來 就被合約啊 或不是被NDA 什麼追求犯 這樣 那我想說這些歷程 對你個人來講 它是一個不斷的累積滾動 然後像雪球一樣 越滾越大 累積能量的歷程 還是說它對你有一些 是像玩那個遊戲 我又過了一個關 我又過了一個關 那種領略 對你個人來講 是一個死亡的感覺 可能兩個都是吧 就是說 我們在講社會參與的時候 其實最重要的是 你捲動多少人 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一起來創新 重點不是說 一個人多厲害 而是說多少人覺得說 我只要打個電話給醫生兒 我的新的想法 就可以讓這個重新知道 那這個管道多暢痛 而且它多快得到這個回應 所以對我來講 我想最主要還是那個時脈 就是好像說 您剛剛講說 我十四五歲 開始接觸到這個時候 因為大家都說 而且在社會上面 會用這些 自己方式的人不多 所以從有一個 真的很好的主意 出現到整個社會知道 它可能已經過了 一兩年的時間 而且還要靠 像上一週看 這樣子的 就是媒體的朋友們 來幫忙 但是現在的話 從有一個很好的主意 到就是大家都知道 那很感謝 像總裁等等的這些方式幫忙 其實可以說 這個iteration cycle 進到可以是 四個小時 兩個小時 一個小時之內 那整個社會就會知道 原來也有這種新的 做事情的方法 那如果有人要改進的話 它可以立刻讓其他人知道 所以我想 主要是這個時脈的縮短 然後捲動的人的變多 這兩個是我主要看 OK 好 那我想 我們大家也都最近都在討論 就是Z世代的來臨 好 那我想Z世代 大家應該多少也有聽到這樣的語句 大概從1995年之後 出生的這個Z世代 到2005 那這群人我們 上一週看我們也做過封面去討論 這群人 他們年輕 然後他們開始進入社會 開始工作 開始消費 然後他們會成為 我們未來 勞動力最大的來臨 那我們各位在座的這些CEO們 可能你們公司都已經開始有這樣的員工進來 工作 然後慢慢成為公司的中間 甚至是領導公司去創新的 很重要的一個專業 那我 我自己的小孩 今年大一 然後 在他們的同償裡面 他們都很喜歡你 他們認為你是這個 最能夠聆聽他們需求的官員之一 那我想 理論上應該是比較的了解Z世代 然後 那我想 這時候我就特別提出這個 番茄始終 好 這個是我們訪問 唐振偉他提到的一個東西 我不知道在座的是 因為我們 有看過這個圖的科學取消 有一部分 所以 這一間 朋友應該了解 所以大部分 大家知道番茄始終的概念嗎 知道的科學取消 比較少 好 那我想 我們來看一段影片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大家沒有下班時間 這要分成兩件事情來看 一個是所謂的被打擾 就是中環 我自己採取的方法叫做番茄中 也就是說 在每個整點開始到可能二十五分的時候 好比像說現在就是專門在做一個研究 或者是在探討一些相關的一些事情 讀論網等等 我絕對不會讓我的手機或其他東西來干擾我 但是我很準到二十五分的時候 我就會去看手機 或者是我就會去查email 那這個時候 我就有五分鐘的時間 可以去處理這種 我們叫做interruption 就是中段的事情 那 這五分鐘處理完了 那我再處理下二十一分鐘的專注的事情 然後再五分鐘去被打擾 所以 從我的同事的角度來看 那我還是半小時就一定會為他訓勤 好 我特別剪這一段影片出來 就是 我們談Z世代 他們事實上 他們是這個數位的時代的原住民 然後可是我們在座 我們可能很多人的年紀 大部分人的年紀都比他們長 那我們過去可能喜歡長篇大落 或者我們一場演講就是六十分鐘 可是 剛才這個糖碰他提醒大家 其實二十五分鐘是讓你的注意力可以專注 所以一個溝通的模式很可能就不太一樣 那更不要講說 我們從去年開始 因為數位轉型 我們大家很多都已經在數位上做活動 我現在看到有一些做得好像太 他是十八分鐘 所以以往今天上課的模式 我們很多的斷點是不對的 那所以你都會要開始改變人與人 人一起溝通的這些想法 所以我知道你會想出番茄的時候 這個 是因為你在網路上普遍的運用以後 你去反擊出來 還是說你怎麼樣去思考這件事情 其實網路的一個特色就是說 它很容易被打斷 我們在現在 現場 因為大家大概都已經知道 我們正在討論的主題 所以隨著我們的討論 大家會越來越進入共同的脈絡當中 但如果我們現在是在看直播 有些人可能在看直播 有些人 雖然他從頭聽到尾 但是其實他是在忙別的事情 那大家都是不知道的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就很容易說 如果那個斷點沒有設計好的話 那隨時又有一個訊息來 有一個line 又有請東西 那他就會在哪裡做一個脈絡切換 那脈絡切換 當然就會非常非常的累 那我們如果就是25分鐘的時間 脈絡切換個四五次的話 那大概那個脈絡也不用做什麼事情了 那但是對於C師太來講 其實他們就是看到螢幕 如果他去滑 發現螢幕不會動 就覺得螢幕壞掉了 就是覺得說任何東西都是互動的 那這個互動性高的地方 就會讓他對於互動性低的地方 好想說一個直播 但他留意沒有人回 他會覺得不太煩 那這個時候就是3分鐘5分鐘 他就去做別的事情了 就是如果現在是 就是非常年輕的一些朋友的話 如果我的演講到底20分鐘 還沒有開始回答他們的第一個問題 那他們就開始滑手機啊 開始玩Instagram啊 玩什麼之類的 對 所以就是我想最重要的是說 要在很快速的時間 但是可預測的時間裡面 給出就是跟零終的回應 給出回饋 那所以25分鐘就是我 找到了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時間 就是他幾乎是 每兩三分鐘就打斷我一下 但是我的同學也知道說 他等25分鐘我一定會給他回饋 那而且只要他來的是E-mail 而都是LINE那種一去兩去的 那我回饋一定都是to the point 就是說他列起點 我就回個起點給他 所以我今晚就是把E-mail 當作LINE再用 那每半小時回一次 那但是把LINE當E-mail用 就是醒來看一次 睡前看一次 那所以這樣子的話 我的時間就會有一個很固定的時脈 而且比較能夠去切忠 像那些剛剛講到的 自己時代的朋友們 如果自己覺得 那如果沒有很多時間 就不想要待的地方 他至少只要去 那他25分鐘去年 想到的任何feedback 他會得到一個完整的回答 OK 所以就是你為了跟我 一個世代的人特別的溝通 所以你想出來的一個方法 好那我們這邊 我們也把這個番茄中的QR Code都秀出來 然後大家如果想要更多理解 你也可以掃這個QR Code 然後你就可以更多了解 但是我想我們今天放這個東西的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說 跨世代的溝通其實是很重要的 好那我接下來我想問 以你現在你已經不是Z世代了 但是你可以吸引到那麼多Z世代的關注 當然你看你剛才已經講了 你連工作方法 你連你的行為模式 都配合他們去做改變 配合他們的時脈 配合他們的時脈去做挑戰 可是我想我們在座的老闆很可能更關心的是說 他們怎麼樣提升他們的工作效率 我怎麼管他們 然後我們對他們都有一些刻板印象 他們很可能是比較軟弱的 或者比較草莓的 或者是 就是有各式各樣的刻板印象 可是那你自己在領導這群年輕人的時候 你是很成功的帶領他們去做出很多的改變 那你在管理他們 或者你在跟他們互動的時候 你有用一些特別的方法嗎 我想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 他們可以指出新的方向 但是不一定像我們之前那樣子能夠持續 尤其是一個人的方式 持續那麼長的時間 有那麼多的能量去完成那個方向 那這當然有很多就是 就是神經心理學方面的一些原因 就是他的脈絡切換的那個習慣 所以我們通常就是 所謂的心靈共創 像我們辦公室裡面 既有這個五六十歲的一組朋友 那別有可能才二十 所以二十出頭等等另外一些朋友 那通常就是比較年輕的朋友 他就是指出新的方向 那指出來之後 那不管他是從國際的看到 從他社群看到等等 那但是資深的朋友 立刻就會進來 那這個時候我們叫reverse mentorship 就是不是說資深的朋友去 mentor 年輕的朋友 是反過來 是請這些年輕的朋友 教教上一代 那確保說這些上一代的朋友 能夠用心的脈絡去理解這些事情 那因為他要交你的關係 所以他也很難脈絡切換到別的事情去 那他就必須要比較專心致志的 去享受怎麼樣 你組織先有的資源 但是又可以接上這些新的未來的這些方向 那這個時候他既然做了 mentor 那他就會開始學習負責 學習可以出交代 學習所有的accountability 那這個反而就是說 請他教教我 其實是讓他能夠負責的一個方向 OK 那這個是說我們在溝通的模式上 可是如何讓他們共享權力 我想要談的就是說 我現在常常在一些傳承的場域裡面 就會聽到很多的老闆會對著年輕的二代 在講說 你們在搞紅衛兵嗎 就是感覺有一點大家為了權力的範圍 大家會有一點這個gap 然後這個東西他就會反映到說 我對於事情的看法 那有的時候就是我心裡明明想的是權力 但是我表現出來會是在看法上跟你整治 那我不知道你在公務體系應該看更多 或者你在企業的時候你也看到這些 那你怎麼去做這樣一條 不過我想 about Mr. Fuller 有句話講很好 他說如果有一個舊的系統 那這個系統不讓人滿意 那要做的並不是說去爭取修改他的權力 去打倒他去衡衛兵去推翻他 而是說我們爭取一塊空間 這塊空間做一個新的做法出來 然後Render the old one absorbing 就是說那舊的做法慢慢大家就發現不太適合了 那就不去用了 但是不是說是一定要去拼到 去拆掉那個舊的那個做法 所以像我們在行政院裡面 有很多像新年諮詢委員 或者是開放政府的不再使用方案的小組 裡面都有非常非常年輕的一些委員 但是既然他叫委員了 那意思就是他的rank 其實就是行政院的委員 諮詢委員的這個rank 那各部會見到的都是這樣的一個委員 那這件事情比較重要的原因是因為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就不會變成說好像這些年輕人 是要在既有的這個權力結構裡面 去換掉誰 而是說他們在做的by definition 按照定義都是新的結構 那這個新的結構 我們就像剛剛講的 他帶著一些比較資深的公務人 尤其是常人文官 去完成這個新的結構 告訴這些常人文官說 好比想說一下我記得我2016年 剛進來的時候第一批見習生 那這些見習生其實都是 就是當時那個大二大三 就是差不多這個年小孩的這個年紀 那他們一開始來做的事情 真的是非常非常乏味 是什麼呢 是把所有的中央政府的 各部會各機關的網站 那確保說除了IE可以用之外 別的跟企業可以用 那這個是很重要的 因為到2017年 我認為自己都不支援IE了 那然後到第二個年度 他們做的事情 就是確保說手機 不管你用iPhone 還是用Android 什麼都可以用 那不會泡白 不會很像捲動 那但是呢 因為他們在做的這件事情 並不是搶誰的權力 本來跟沒有人用這個 那所以這個時候 當然也不會出現 就是植物分配上的一些做法 那的爭執 因為沒有人有舊的做法 那但是這些新的做法 他們發現說 真的不會了 沒有發現這些年輕人 是帶著禮物來的 不是帶著品牌 帶著什麼來的 那他們也被增能嗎 他們也開始知道說 原來跟常常溝通 不是一件那麼困難的事情 我們就講幾個基本的原則 那其實就是來拍桌的使用者說 什麼報復人體難用到爆炸的 都可以把它recruit進來 變成 不是會炒流糖吃 然後進去關係炒糖吃蔥 就是口部的炒 變成火部的炒 那這套方法 那就是各部位的人 開始比較安心之後 那到第三年 我們就可以開始做 大規模的服務的流程的改變 那比如說一站十的登山的服務網 向山之景下海之景這些東西 那到第四年 就開始跟地方政府合作 那如果沒有前兩年之後 在全新的 而且本來沒有人想做的 這些事情上面導入這些新的方法 我們一下子就去公 就是最困難的這些部分的話 那大概是不會有什麼好的下去 那我就好奇了 自己 你想 我們現在事後回推 看出是有節奏的 可能在第一天的時候 你就想出是這種節奏的方式 還是 對 我說你怎麼會去思考到 是你過去的哪些經驗 告訴你說 先處理一些 累積一些小成功 然後再去定立階段的目標 然後找出一個核心的團隊 然後再去說服更多的人加入 我不知道這樣的節奏 是你怎麼樣催運成員 對 這其實是 一開始我在recruit我自己的辦公室成員 剛剛講是英特爾 他只待兩三個月 那但是我們Full Time Staff 大概就是剛好一半多一點點是常人文官 大概十幾個人 那另外一半少一點點是外界的這些專家 那但是每一個顧會其實當時都很多人想要支援來我的辦公室工作 那當時我們就有一個概念 就是說每個部會只能派一個人 那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太多人來的話 那他會變成一個Faction 就是會變成一個幫派 然後我們這邊 好像外交部現在可能有十幾個人都願意來 那但如果十幾個人都來 我們變成外交部一個科了 那這樣子其他的部會的那個Perspective 他的關係呢 所以你在Day1你就發背這件事 你不想變成派行 就是會變成最大化Diversity 最大化他的多元性 變成我們HR主要的目的 那所以每一個人來的時候 他要先證明說 不但跟他沒有相同部會的 而且他是帶來一個新的Perspective 舊有的這些成員都能夠跟他 在這件事情上面 就是觀念上面 能夠有所學習 那他來其實他的薪水還是搬來的部長 付給他 他並不是真的離開那個部會 所以他一定會帶很多東西回那個部會 但我唯一就是希望他能夠做就是所謂的Work out a lot 這邊好像大聲工作嘛 就是說他在部會學到一些新的做好的時候 他不能另一與跟其他的部會分享 他分享的程度 至少要跟他帶來的部會一樣多 那只要這樣子加在一起 就是最傳統的那種叫學習聽組織 就是每個人都可以跟其他人學的情況 所以剛剛的這些Tempo這些東西 都是他們討論出來的 我只是感覺他們發言人而已 OK 可是這個畢竟不是每一個政務都這樣做 其實政委就是要在各個部會專業去做主持 對 我說你把組織這樣的調整 其他政委也是這樣嗎 其實好比方說像科技特工辦公室 其實也是類似的這種組織的方法 OK 那我的想法是問說 當你在架構這個組織的時候 你有什麼參考 或者是你是有 因為你有經驗以後才去做 還是那這個中間你有沒有碰到什麼困難 你把它解決掉 然後你在做跳成事 剛剛講的就是最大化多元性和農性等等 這本來就是網路治理最基本的東西 所以我想我就是在開放社群 包含一開始自由軟體 後來開放原始碼 開放資料 維基百科 開放基因圖 這些可能很多人也聽過的這些社群 本來就有這樣子一種 我們叫code of conduct 或community confidence 就是我們做事情的方法 形式政策 然後以及群體治理的一些方式 那這個大概你要說學術上面 那當然就是像這個all strong 那諾貝爾長的那一位 講康瑪斯怎麼管理的那一個 那其實都是類似的這些想法 這是一種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但是在行政院裡面 確實明明說的就是 我一開始就是說要做這件事情 純粹是focus在人跟人之間的連結 而不是任何top down 那當時我有特別說我不下命令 我也絕對不接受命令 就是純粹協調用的 那當然也有出現一些challenge 就是說那這樣的話 就是政策的時效性 要怎樣怎樣掌握 那我記得當時有一個很大的controversy 就是適時查核機制 當時我2017年3月 提出公開快速結構化 那在就是大家在 尤其是當時發言上面 有非常多就是轉傳的訊息 那其實就是不管是標題殺人 還是什麼其實是造成大家 就是在認知上面的一個混淆 或者一個困擾 那當時我就提出說那應該就是 讓民間來成立適時查核的 這樣的一種ecosystem 但是它也可以來查核行政院 就是並不是說我們政府養的一群人 也不是說我們付錢給他們 而是說自發的 像現在趨勢科技也有一組人 故事後也有一組人等等 那但是像這樣子的東西出現的時候 我就會接受兩方面的質疑 想要做出一個所謂的社會部門 這樣一個概念出現的時候 不管是從追求效率的這一邊 或是是說追求公平性的這一邊 一定都會齊 因為這個比較長才能夠長出來 不過in retrospect 就是回頭看 那我覺得當時其實找到一個很好的 OK好 那我另外想問一個問題就是 升遷 因為我們通常看到年輕人 我們想要破格讓他上來 可是我們又怕打壞了這個組織的規定 然後那如果慢慢再培育這個人才 我也會很擔心他被挖走 那我不知道你怎麼去看待 這群年輕人 然後或者是你怎麼去栽培這些年輕的人才 然後讓他們有一個定性願意跟你長期的工作 對不過我覺得這裡先要講 就是說他不一定需要省錢 才能夠到行政院辦公室 我們都是運用相界調或者支援這樣子的方式 所以雖然他本來的可能有些是處長 有些還是承辦還是客人等等 但到我們這邊 因為他的那個部會也只有他一個人來 所以他就是他的部會 對我們辦公室的這個連綫 就是這個聯絡人了 所以這個後來我們又把它再擴大 變成每個部會裡面 能夠跟就是五千個連署人溝通的這些朋友 都變成他的部會裡面 同樣的這一群跨領域的人 叫開放政府聯絡人 那很多是非常年輕 像衛福部的開放政府聯絡人 總裁的主人 那其實是不是自私的啊 至少他看起來像自私 那就是至少年齡也沒有 沒有大到哪裡去喔 那但是他的那一套溝通方式 其實非常難 我有看過總裁的更多人 應該也了解到說 這其實是科學普及 進入是唯一一個 讓他能夠傳播的 比搖延還要快的這樣子一種方式 那所以對他來講 其實他就是大家的reversmental 他並不需要升遷到自己的 他只需要去確保說他的蠶食 他的處長 他的各個不同的衛服裡面的三型機關的手掌 都能夠理解到他這一套 那他比較像是一個部位的這樣一個角色 所以到reversmental把它翻成見習部位 就是這個道理 OK 好那我們在講這個問題的時候 讓人們可以工作的穩定 我們的組織的效率能夠穩定的 能夠提升 裡面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遠距 好遠距的工作我們現在碰到了 因為我們大家沒有辦法集中一起工作 以前我們可能疫情來了以後 我們變成很多必須在家工作 所以我們常常聽到在家工作 又聽到遠距工作 那在這一部分我想唐正偉也有一段分享 我們來看一段影片 三年之前聽到遠距工作 大家都會想到在家工作 但是三年之後 越來越多人了解到說 遠距工作讓你能夠在新型態的一些地方工作 而不是只有在家工作 大家事實上是想要去一個不同的城市 不同的地方 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 所以就出現了像 所謂的數位永不民族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那我們很快就發現 孤獨感是裡面最主要的一個問題 除了工作上面的東西 除此之外 我講別的對方都沒有感覺 我講別的對方都沒有感覺 我說今天天氣很好 事實上才能面對下雨 所以我們如果去營造一種 泡妝開通的啤酒 或者是點一樣的食物 或者是固定某一段時間去一下等等 但是上次我們就會一直有 社交的話題貼的 雖然空間不同 但是這個同步的感覺 讓它不是只有 好像看得到一個玻璃 這個上面二圍對方的一些表情 這樣我們就可以有相同的 或者至少類似的生活情 所以我想重點就是說 我們要把在家跟遠距離分開 在家工作當然有幾年也會想像 那你走出家到另外一個共同工作 空間工作 像我自己 遠距離工作的時候 可能這個是有點home away from home 就是它並不真的是我家 我並不睡哪裡 你可以感覺到說 那你旁邊哪個團隊都還很積極的做事情 這樣子孤獨感就會比較容易 好 我想這裡面就是很明確的講了 孤獨感 我們在家工作 遠距離工作的時候 可能會產生孤獨感 可是我又用了一個工作場域 讓它同步以後 我把這個孤獨感降低 那我想這是一個很細緻的一個觀察 那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可以再特別講一下 你怎麼會有這樣的發現 你這樣工作了多久 有這樣的發現 然後這樣的話是有助於你的整個團隊 即使他們分散在不同的地方 但是它可以把所有的能量 是集中在一個地方 為組織創造更大的效果 我大概2008年以後就是全遠距離工作 那大部分都是點西谷 那有些是點像東京大局等等 那他們這些團隊 其實像我一開始做Social Text 或者像去蘋果社那時候FaceTime 剛剛推出來等等 我們都也是一邊在改變這個遠距離工作的形態 那西谷有一句話 我是比較喜歡比較好那個講法 就是要喝自己釀的香檳 對謝謝 Drink your own champagne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如果隨時我們在遠距離工作的時候 會有一些覺得不順的地方 那不是說捏來順受 不是說好像物理空間 因為物理空間是比較難改的 那因為這是就是線上空間 而線上空間任何人其實在其他各種城市 就可以改 或你入一個新的空具就可以改的 所以會變成說這個線上空間 其實我們當時在Social Text的Para 我們在做一個很像Slack的 這樣一個空間空間的一個單體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們工作的過程 所以它即使結果也是過程 所以我們結果覺得不好用 我們客戶覺得不好用 我們就feedback回我們的過程 然後再去調試這個過程 那這個意思也就是說 任何我們在透過這種線上會議 在討論這個線上會議的環境 可以怎麼改善的這件事情 不需要特別做會議紀錄 因為整個都會直接記下來 那記下來之後它的這個 就是我們叫Social Object 可以繞著它討論的這個特性 就會變成 每個人有什麼好的想法 說那我們就下一個Spring 那我們就說明節開發嘛 所以兩個禮拜之後 又會變成你下一版的功能之一 所以它是一個就是一群人一起 把一個空間營造得很好 這樣子的一種感覺 所以我在2008年開始 就是一直在做什麼 那這樣做了以後 那你把這樣的工作模式 帶到行政院 以後你是不是看到了 我不知道你怎麼推動一個老的組織 開始做了這樣的改變 那這樣的過程裡面 有沒有一些出乎碰到的困難 然後你怎麼解決它 我覺得在疫情之前 其實我們看到中央部會 在部會內部其實都已經有很好的溝通方式 你不可能去撼動 所以我在處理的優勢 中央跟地方的對接 那這個是雙方的同點 因為如果地方 就像一個地方創新團隊 它有一個很好的組織 跟很好的Pitch 那它也說服它的區長 或者國發會的承擔人 也聽懂了 但是事實上它要執行這個 就一定必須要 像是內政、經濟、衛福 這三個是最多的 那可能還有別的部會 那在這些部會的 就是每一個承擔的專員 看起來 這個Pitch都只是可能幾張A4紙 它不是只放的文件 就是橫放的簡報 那它其實不是真的知道那個地方的狀況 可是它是中央的文官 它不可能那麼多時間去走訪 就是全台灣 所以後來我們就凝聚到一個做法 就是讓當地很多青年的組織者 很多就是我們青年的諮詢委員 但它在它所經營的那個地方 是一個據點 它開一個我們叫落放厲害關係的這種會 但是我們就是透過像這麼大的領域 去把台北社創中心 跟那個地方互相連起來 那各位的朋友說不會再把我那個轉來轉去 因為每次轉那個國家的頻寬 就壓縮到一半壓縮到一半 到最後大家覺得解決問題 其實是造成問題 那而是說它可以面對面的 它提出一個政策 那在地的朋友們就說 你這個政策其實對我並沒有什麼好處 那我有一個更好的想法 像當時很多像小旅行 這些旅行社的資料額 那怎麼樣叫做的話題 也怎麼樣叫旅行等等 就是透過這種快速的一來一回 那從地方的朋友看起來說 那中央部不是高高在上 也不是邀客機 而是說它可以即時的去回答一些問題 而且它看起來真的很想要幫我們 而且不管說文化部看了一個 就說那我們要寒轉內政策 因為內政策就在它旁邊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它交通接耳 這樣討論出來之後 那就立刻就給遠距一個交代 所以不是說遠距是一個中心 然後一大堆Satellite的這種方式 才叫遠距 而是說可以是多中心的 在那個偏向是一個中心 我們射窗中心一個中心 可能六部有五個 我們都設定了這樣一種射窗的中心 那每次在視訊的時候 就是你有四面牆 你也可以去確保說 大家都看到類似的這樣一個環境 OK 那我看到你在推動政策裡面 很重要的一個叫做權力的下方 你認為政府的資訊應該公開透明 然後讓資訊透明 那我想我們在公司裡面 我們自己都會碰到一些資訊 我們不太敢讓它透明 因為這裡面 特別是公司的獲利 或者很多配方這些東西 你沒有辦法透明 那你今天在政府裡面 你都會去 就是這個資訊透明 到底能夠帶來哪些好處 那你怎麼樣去說服原來 大家資訊不對等的狀況 讓大家願意去接受說透明 那透明的帶來的好處 你自己看到的 跟你在政府裡面看到的 跟你在推動的過程裡面 你讓大家去做改變的事 可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不過我是院者上鉤 我不會就是 去喬國防部長們說 明天開始所有的那種 雨淚水淚放大力道 公開 絕對不至於 那熊三基地在哪裡都要公開 當然不是這樣子 我們在任何組織裡面 有一些是一定不能公開 在國家就是國家經營這些 那另外一些是Discretionary 就是按照政府資訊公開法 就是在第一島階段 我們正在brainstorm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有些怕不公開 是因為怕被翻張取名 可是其實現在的媒體環境 尤其是新媒體出現的時候 你不公開 那大家還是會腦補 以前都是資深的媒體工作者 如果沒有source 如果沒有好的消息來 也絕對不會腦補的 這是新聞學的第一課 但是現在的傳播者未必是這樣 他不一定有受過什麼去訓練 所以他就算有一點點蛛絲馬跡 那他就腦補 腦補雖然很多 但是大概都是錯的 所以就是說 其實他是客觀會進行改變的 以前是我們在尼航階段不公開 那新聞的工作者也會等我們 但是現在是說 他一個女子cycle四個小時 如果沒有東西的話 那他就隨便加一些別的 對 那當然我講的不是說新聞工作者 或是說一般的傳播者 就會開始自己加一些別的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唯一的方式 真的就是盡可能我們知道什麼 就讓大家看到什麼 如果中間還需要 就是公務員去簽合的話 已經來不及了 你可以想說 如果我們即時的藥局的口罩的庫診 是 就是每個禮拜 或者講每天好了 每天大家簽合了才使出 那這樣當然就是 健保署是唯一能夠audit的 但是其實這個對大家可能有什麼價值 那唯有說我們用頭 所謂的open data 就是我們一搜集到馬上公開 那這樣的話才可以去確保說 每個人在拍照的時候 都可以看到他的公平性 所以簡單講就是 他可以去確保說 在中間的每一個人都可以去參與 他可以怎麼樣更好 所以他主要的那個價值 除了公信力之外 就是創新馬 如果每個人都是在正確的 同樣的即時的資料的環境底下 那每個人看到覺得不爽 覺得有可能更好的想法的時候 至少他是一定聚焦的 但是如果有些人拿的是 5天前的資料 或者拿10天前的 拿20天前的資料 那這些人幾乎按照定義 不可能彼此討論出一個 新的做法 好 那可是你在推動這些創新的過程裡面 我相信一天都會產生一些衝突 你如何在 無論是在政府的部門 或者你在企業裡面的時候 你怎麼去劃起這些衝突 讓這些衝突 最終能夠推動變成 組織推動往前進的動力 我的做法是 所謂的選每一邊站 就是如果我現在話題上說 在之前處理那個電子經濟案子的時候 那時候體育署主張說 沒有動到肌肉 所以不能算體育 片子經濟應該是一種文化 那文化部主張說 他們有百年傳統 能有百年傳統 再回來找他們 琴棋書畫 什麼才是文化 才應該經濟過 那工業局主張說 我是做軟體硬體 好像做球場或者球籃 但是運動員怎麼可能是工業局管 這個從來沒有這種事情 應該體育署 所以就是說每一個部會 它本來就有它的本位主義 那本位主義是一定的 因為如果沒有本位主義 就會被阻感 會被整病 所以每個部會一定是 就是有它自己的價值 但是當一個新興的東西出現的時候 它本來就一定是落在這些價值 都不一定能夠碰得到的這個地方 所以我的做法也很簡單 就是把他們這些主張 主資料做出來 大家看過沒有問題 全部都不看上網 所以並不是說 我真的很厲害 能夠消滅衝突 而是說我把這個衝突 很實際的呈現給所有人看 那這個時候 在PDT上 在莫國零一 巴哈密特這些相比 因為這是大家所關心的聽聞 那這些厲害的關係人 就會提出他的見解 好常有人說 圍棋也是一種電競 是規和式的電競 所以圍棋的那個要點 概念就可以使用 那那個人是用笔名 所以其實我也不知道他是誰 說不定就是承擔人 你們不知道 但是因為這是一個公開套 而且他會被推上去 所以我就會知道說 至少是就是 像你覺得可以接受的一個詮釋方法 我就會把這些帶回 我們的協調會議裡面 那這樣子一來二往 大概三四次協調 大家就慢慢收斂到說 我們如果把它定性成一個 記憶的文化的表演者 那這樣的話 三個部會都有 他本來在裡面可以做的事情 都不會採線 不會越界 所以可以說是 我希望後來的部分 他會堅持就是大家的群組智慧 來彌補我們自己這邊的文化 OK 好 那這個 往下管理可以這樣做 那我更好奇的是 往上管理 好 你的長官 那你的長官們可能 又有更多他們自己的 權力的想像啊 或者等等之類 你如何 你這個 19歲就做總經理 這樣一路過來 你有很多向上管理的經驗 你特別分享一下 你向上管理的一些 成功模式 或最大的心得 對 其實我向上管理的做法 也一直都很簡單 就是我並不會說 我一定要要求什麼權力 我通常都是去問說 那有沒有什麼沒人做的事情 我專門做那些事情 那所以其實是有點像是一個 邱金秀 一個 short stop 那這件事情有一個很大的好處 就是一個大的組織裡面 總是會有一些 沒有辦法被吐露出來的一些聲音 那好比像說我們推動任何的 行政的數位化的時候 常常就會忽略到承擔人的聲音 那所以就會設計出很多 讓民眾可以比較方便便民嘛 就是節省一小時 但其實是承擔人要爆乾兩個小時 那你們都不知道 那這種事情 這種常常被設計出來 那這樣一設計出來 一久 那當然他的工作品質 就會受到影響 因為一個人能夠爆乾的時間 是有限的 那大家當然就會怕說服務不良 什麼之類 那它變得逆向了一個循環 那我們公共服務業 就是公務人 公共服務業也是一種服務業 但服務業品質只要一查 那當然大家就會很不舒服 對 所以後來我們就發現說 讓這些基層的這些承擔 它能夠透過我們的 剛剛講到的這些 不管是看到政府聯絡人 連署啊 看到這些機制 去提出他們在工作上 實際的這個問題 就可以解決那個誰幫 這個貓花蓮大門的那個主義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知道兩件事 一個是說 這些鄉民其實是公務員 這些公務員 他覺得說 我們這個傾向制度 或者是對於持家者的這個不友善 什麼造成他公共事件影響 或者是說 我們要推一個新的系統 新的改革 其實是在浪費他們的時間等等 那所以我對於院長也好 對於其他的這個同仁也好 我就是把這些實際 他們已經收起來 就可以注意 很恰當的描述給他們 但是我也並不是說 很激進的時候 你不改我做自己 當然不是這樣子 而是說 我們現在推這個 如果多考慮一些 這些或許會比較好 大概是透過這樣子的角色 來做作為一個想像觀點 好 那我想日本媒體說 你是天才的IT大臣 那一定是在他們的文化裡面 他們很難想像 一個年輕的人 在IT的這樣的一個工作的歷練 可以在疫情的時代 把握這麼大的一個功能 那你自己回想 你自己覺得 你到底是哪些特質 或是哪些做的方法 是非常對的 讓外界可以給你這樣的一個評價 對其實我每次都會日本朋友說 這個 就是IT大臣 這四個字都有問題 而且 因為IT是我們知道 把機器跟機器連起來 但是我是做數 也是把人跟人連起來 第一個這個就不一樣了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民國是 就是沒有國軍 所以也不會有大臣 不過那個後面是 比較是翻譯問題 那但是 其實把人跟人連起來 是最主要的 像 剛剛講科普特地圖 其實並不是我發明的 是台南一個無站位發明的 接下來將會用總 接下來機關加等等 那主要的困難是說 他們一開始發明這個的時候 他們並沒有那個續航力 無站位欠了Google60萬 他不可能欠到600萬 對 但是我們可以跟Google再拍 那最重要的是說 他就是本來還在想 要不要繼續做的 那個時候 24小時之內就跟他說 那我們可以跟Google拍 那 反過來講 就是在第一線這些鑰匙 那他們一發號碼拍 地圖就失靈了 那所以鑰匙也非常不爽 那在鑰匙那個地圖上面 留了很多驚嘆號 那但是我也是必須要說 我就是撐著那個 撐著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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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走進那個 在門口有貼 不要相信 欸不驚嘆號的那家要去 然後去問鑰匙說 那如果你是 就是我的話 你要怎麼辦 那他就一開始就是說 那我們就需要在 地圖上面說 那我什麼時候發號碼 還甚至買過照 接下來發號碼 還要按一個檢訣消息 在地圖上等一等 那同樣是去 那個後面的鑰匙的社群 去確保說 他們這個想法 能夠一下子就讓這些老鼠 能夠讓創造地圖精神人知道 所以沒有哪一個是我的發明 但是我的做法就是 全美一邊站 然後確保說 七天之內 只要有一個好的主意 那下禮拜四 我們一定改 那到之後就是 在App的電報 在超商 甚至後來這個 把他貢獻給全世界 就是 互團主持家等等 都是靠大家這個想法出來 並沒有哪一個是我的主意 所以你花非常多的時間在溝通 幾乎全部就是在溝通 幾乎全部就是在溝通 那在溝通的過程裡面 你覺得 你有什麼建議給大家 怎麼樣 平均經濟的溝通 而且當時請你做這個 一定要睡夠嗎 我如果睡不夠 就不用溝通 那個地方 可能知道我一定要睡晚8小時 對 我如果沒有睡晚8小時的話 我一定在就是 無效的時候 一定要平到8小時 那因為 對我來講 我如果沒有睡夠的話 我當時有很多東西 是我昨天生下來的 那然後 我在聽別人的東西的時候 很容易就是會 下判斷 會覺得說 那這個好這個不好等等 但我如果睡夠的話 我可以進入一種狀態 就是我很認真的聽 對方講 而且然後你真的不會打斷他 也不會下判斷 那我把所有的這些判斷 留到做夢的時候做 那這樣一醒來 就會出現說 這個可以把它叫做 記憶文化表演的工作者 這樣子一種想法出現 那到底怎麼綜合的 其實我也不知道 但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體育署不會覺得說 他一定要 就是搶先報告 那不然的話 文化部的那個就是 他如果先報告 我就文化部來要求 體育所播放 我每一個都是去確保 說我能夠從他的角度 來發言 好 謝謝 我想我的對談 到這邊做一個結束 然後我們線上 現在已經超過十個問題 好 那 這個問題真的 各種都有 那我想第一個問題 來跟剛才比較連接的起來 疫情期間為何不使用健康碼 或健康護照的禮品 這個真的蠻短的 我們在疫情期間 我們有做的事情是 應用健保快遺痛 然後以及健保卡上面的那個助記 這兩個是主要的 我們在疫情期間 基本上盡量不去使用 我們在疫情前 本來沒有的資料搜集方式 那這個有兩個原因 一個是資安的 就是如果我們這個系統 是在疫情的時間改出來的 那它在資訊安全上面 就是它的結構的穩定性上面 就會有很大的問題 就是好像開車飛機 改飛機那樣子的做法 我就不提別的國家了 這邊有很多處在的狀況 那但是如果我們使用現有的系統 就是稍微改幾個參數 像我們就是訂購口罩的那個系統 其實是報酬人員提供 改幾個參數就出來了 那我們一定知道它的資安不會太大問題 這一個 那第二個是隱私 就是如果我們是 話題像說 是用我們本來就是送國家級抵震情報 雖然最近有一個不小心送太多了 但是我很難受到的那個 就是基地台的粗略的定位的話 那大家本來就已經知道 所以它本來就不是很準 而且它的定位的範圍大概就是50名左右 那但是我如果今天突然間要大家開GPS 而且非開不可 那大家立刻就會覺得說 你為什麼要知道我在哪一個房間裡面 那這是人事常情 所以我想最主要就是說 我們盡量去確保說 大家能夠信任我們既有的系統的資安 我們改幾個參數 而且本來就是資料搜集 大家的隱私在可以接受的範圍裡面 那我們還是即時改幾個參數 那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在等疫情過了 我們可以去想說 那下次SARS3點來的時候 不管是明年還是十年成功 我們可以再導入哪些新的東西 但是在中間去導入的話 那個整理是特別大 所以這一點一串的討論 思考都是疑人想嗎 還是團隊討論 我想我們這個heuristic 就是盡量去改既有的系統的參數 這個是指揮中心啊 包含東西是電線的帳 或者是指揮官員等等 大家是都有這樣子 同樣的一個heuristic 其實還沒有人真的提出過 要搶制幫大家做什麼 紙巾片裝手環什麼東西 但是超多廠商來lobby 但是這時候指揮中心 以及我們開口照會 這些我還不知道有哪一個 內閣的同事是持這種主張的 我們基本上都是覺得說 確保每一個人都知道 智慧中心正在做什麼 這個是特別重要 那這方面也有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我們用宣布緊急狀態 其他國家因為宣布緊急狀態 都是行政部門做了再說 那然後最後再給立法院交代 好像追人這樣的感覺 但是因為我們沒有緊急狀態嘛 所以我們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必須要在立法院的公聽會上 聽證會上 售明會上面 去讓立法院以及助理 以及所有的選民能夠聽得懂 而且願意給我們這個budget 所以也因為這樣 我們就會用一種incremental的方法來做 好 那第一個問題你要回答 請問美中海新美國政府 拜登的領導之下 台灣方向會如何發展 台灣當然就是 每年會往上漲那個 205公分 綠山就是每次地震都往上漲 不斷上下 眼望星空 大概就這樣 好 這兩組各是哪一組 R Reach 好 這邊第五組 好 那第一個問題呢 好 這個是這邊 第九組 第九組 好那我們再來下一個問題 這個許懷孕同學問到 防疫期間 整個資訊的推行跟控管的資訊當中 碰到最難的問題到底是什麼 如何解決 那跟先前的預設的問題 預見的問題 有沒有哪些差異 我只能講我經手的嘛 那剛剛講的就是 鑰匙發號碼開 然後就導致口罩地圖失效 因為地圖上面看起來就會是一片都沒有賣掉 在中午它握卡的時候才突然全部都賣掉 那然後到最後就是 呃 就雙方都彼此不信任 那樣子的情況 2月6號 當時其實 那天晚上我並沒有睡好 但是 2月7號就是 就補足勇氣 去問鑰匙呢 可以怎麼樣子幹 那那個是滿大的一個問題 跟那個比起來 其他後面的其實都是 系統我們知道怎麼解決 但是當時 那個狀況一出現的時候 我們完全不知道怎麼解決 因為 鑰匙群組在印號碼派的時候 沒有告訴我們 但是所以我們是 就是一早上一醒來 就發現出現這樣的情況 所以 我覺得當時 指揮官 我覺得他一直有一個很好的一個態度 就是雖然他是指揮官 但是 每次碰到這個情況的時候 他都是 就是去請大家說 那有沒有更好的做法 其實任何人給他一些 比較 比如說我們聽起來是比較直接 或甚至過於是媽的 這樣一些質疑的時候 他都會說 那教授我們 你早點講 對不對 那這個我們一起來想一想 等等 他是一個 就是等於期待你可以想出一個 比他好的主題 的那樣子一種態度 那所以可能也因為 他一直保持這種態度 而不是說 告訴鑰匙說 你就要 不准收健保卡 必須要一張一張手 那如果他這樣講的話 他衝動到無形就完了嘛 那 所以我們才能夠去 確保說 那鑰匙知道說 他這樣做是可以的 因為 他是我們信任之所記 他的信任 社區的信任是在他身上 那他釋出任何新的方法 我們馬上卸耳工庭 而且馬上下個禮拜去改變 那這個解決方法 其實當時 我們每次疊待一個禮拜 花了至少三個禮拜 才收斂到一個 口罩地圖 稍微比較準的那個情況 那那個時候 我還記得像 購喊委員 他也有一支資訊 那他有說 我們乍看之下 好像每一個點 他旁邊的藥局的數量 是差不多 但其實那個工序是失調的 因為 在偏向你要走大眾運輸 或者是你的那個 時間成分是不一樣 而且你到藥局的時候 他可能已經打烊了 他去找另外一個社群 叫open street map 讓他能夠 一 zoom out 他就馬上看到這個 工序失調的情況 那當時 指揮官也是說 文員教教我們 但其實他這樣講 就是工人也 就是不好意思不教他 那所以 後來就是 過一兩天 我們就立刻調整成 可以律訂 然後律訂到24條行業的超商 那也改變我們的 推送的規則等等 那同樣的 如果指揮官覺得自己 什麼都懂 然後開始 這個政策的話 那工人也就沒有辦法教教我們 所以解決方法 大概就是四個字 叫你行你來 好 然後 那下一個問題 你應該也 就可以順便一起回答 就是 那個口罩地圖 是什麼時間點 會想到要去開發 就是剛剛講的 並不是我講的 那是 就是2月初的時候 2月應該1號 2號的時候 無詹委開發了 那當時第一版 還是靠大家 手動的來回報 那但是 我們是在2月3號 告訴大家說 那我們要切換到 有藥區做實名制 那2月6號就上線了 所以 中間大概只有三天的時間 開始 那我們這個 第二組 我們這個問題也順便 因為也跟口罩地圖有關 那個80的問題 我們等一下再問 那請問發 現行發展的口罩地圖 以及進口豬肉的資訊 背後 收集的資料部分 是否都有資安的風險危機 這第二組的提問 對 當然這裡面要講兩個 一個是說 口罩地圖的收集點 它連到健保署 然後再公開 中間會不會被人篡改 這是資安的意思 那另外一個是說 這套系統在運用的時候 好比像你用了 吳展偉的 江明宗的 集管家的等等 這些100多種APP 那些有沒有資安問題 這是兩層 底層是比較沒有問題 是因為健保署 它都是用VPN 就是用它的專線 或者是即使不是專線 也是它的一個專網 一個私人專網 去連到健保署的系統 那健保署系統 在後段這個處理的時候 其實這個處理的電腦 根本就不在網絡網路上 所以你想要從網絡網路打野 根本不能打進去 所以它就有一個比較縱深 有一個Defense in Depth的一個縱深 所以這一段是比較沒有問題 所以才可以做到說 一搜集又公開 也是因為九成以上的邀局 其實都有網絡網路 直接連到健保署 那這些第一段 那第二段 確實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concent 也是為什麼各國覺得說 我們為什麼那麼敢 讓100多個 那我們本來也都不一定認識的人 來開發出這樣子的解決方案 那這裡面也要很感謝 就包含像Google Play 或者App Store等等 他都對於這樣子的性質 COVID性質的App 他會特別嚴格去深核 他如果在裡面 不要說病毒了 他只要在裡面 可以開始想要賣一些廣告 或者想要做一些導流 導購什麼東西 立刻就可以這樣講 因為對他們來講 這個是一個single purpose 而且如果他要這樣子做的話 其實為了公益 而就是不導流 不加廣告的 其實他有人在 所以他不需要toler 這些就是想要在這邊 就是趁機賺錢的這些朋友 所以這個也是跟這些 四部門的客人合作 不是說我們自己能夠去審 100多個不同的App 這些也是靠這些App 來幫忙審訊 不過我更好奇的是 你看到這麼多的 你剛才提到特別的廠商 尤其特別疫情過來的時候 你剛才說很多廠商都來拉幣 那你怎麼面對這些壓力 對 我想我面對方法就是說 我們都會緊急地亂考慮 因為我們有一個很簡單的解決方案 就是我們的做法都是把API開放 API開放的意思就是說 只要你在我們的網站上面 看得到人能夠互動的一些部分 那機器也都可以互動 所以如果你看不順眼 覺得說這個APP或者儀表板 怎麼沒有美語的版本 那你拿我們的API 立刻就可以做一個美語的版本 如果你覺得沒有阿美語的版本 那你可以馬上做出一個阿美語的版本 所以它的Lobby 我通常就是說那API在這邊 那你就自己去開發嗎 當寫三倍券的網站來說沒有英文 那我就說那我們API在這邊弄個英文 那最後你用英文版出來等等 所以我想OpenAPI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解決方案 就是說我可以計較入到那個廠商的需求 但是又不會變成土利那個廠商 當你所有人的利益的時候就不叫土利了 他其實第一個是做這個API的 通常都是用這樣的方法來做 那我更好奇的是 你剛才解決那麼多問題 你有睡完 睡足發生什麼 沒有沒有沒有 一直都有睡死 所以你比陳之中睡得多 多很多 那是因為你比較有效率 好像也不能這樣講 他的工作比我反重很多 好 那我們現在往上一個回到 那個霸凌是如何走出來的 這個加州是哪一組 加州 加州 有沒有 是哪一組 要不要舉個手 有些話題呢 我不想說什麼 好 很常見 我們在這個 那個我在八歲被八零的時候 其實我就休學一個學期 那在那個時候看了很多成長期女學的書 就是五號像說 皮亞吉啊 薩蒂爾啊 瑪特索利啊等等 去瞭解到說 為什麼班上第二名的人 一定要把我趕出這個班上 以至於他就可以考第一名 但是在我的角度看起來 他根本沒有什麼長進 但是為什麼他 相對影次對他是那麼重要的事情 那後來就知道說 原來就是把人跟人之間 就是單字化 個體化 然後互相比較 在固定的軌道上的第一名 第二名第三名 那這個也不是他 不可能一個八歲小孩 想出這一套態度主義嗎 一定是他的這個家長的一個文化 那後來才知道說 他靠這個不到第一名 回去還會就是被提罰啊 什麼之類的 所以他後面有一整套 結構性的原因 那我也想出來說 那這些結構性的原因 其實並不是我 你報復他或者聯繫他 就可以解決的 那這次要解決的是 要視性能猜嘛 就是要做一套新的教學方法 讓好比上說 在升學的時候 絕對不能去考慮到 單上裡面個體 跟個體基金的比較 或者是說 讓學生一開始 找到自己的方向 那他找那個方向 他就贏在起跑點上 因為他同學沒有那個方向 然後等等 就是用一種 所謂自發互動功耗等等 方法去做 那因為大概 就是八歲到九歲的過程 沒看這些書 大概了解這個結構 所以後來我的能量 大概就是放在腳底 就是往這個方向去做 那他的目的 並不是說要去 找那個人麻煩 而是說確保說 未來這樣子一個結構 不會重新出現在 太陽的一個肯定 OK 好 那我們再來 下一個問題 這個陳瑩虹問了 請問政委 從建立體制外政府監督系統 到進入政府的體制 你所經歷過最大的障礙 是什麼事情解決的 其實沒有經歷過什麼障礙 因為你講起來都很平順 其實很簡單 對 所以這並不是一件 真的嗎 這跟我們煩人 是我們煩人無法理解 也不是啦 就是說如果我是有一個 時間線說 我一定要五個月之內 三個月之內 少年一百天之內 一定要做到什麼東西 那當然就會碰到很大的阻礙 因為就會有很多工作人員 在他還不及其所依然的情況下 被迫要接手這條系統 但因為我完全是冤枕上的 就是哪一個部會 現在不知道開窍了 那我就多壞些時間 在這個部會上 但是我絕對不會 就是說 那國防部明天派有人來我辦公室 目前我完全不知道國防部在幹嘛 因為他們一直沒有派人來 所以這樣子 這樣子的情況 當然就不會有什麼障礙 因為是純粹的就是 就是開門造局嘛 那但是雖然門開了 有些人不來 那我也會講過這樣子 那我可不可以講 剛才講的還有一個重點 你先挑別人 不太站立的事 先去做 然後從那邊做出一些成功 沒錯 OK 然後就會贏到 讓別人就開始願意來找人 所以他滿不錯的 OK 好 那這個聽起來是一個 蠻好的一個模式 好 那我們再來這個毛奎凱問的 鄭偉您好 這個我就幫你順便問好了 想請問你第一個 汽車的自動駕駛技術 在台灣 何時能夠達到特定區域 在高速公路上 全自動駕駛 那這樣的願景 一定要等著 國外大廠 像Tesla 進來才能達成嗎 還是我們能夠期待自己的廠商 來主導 這項任務的達成 其實如果專門是在講高速公路的話 現在的基礎已經可以達成了 那它的問題不是 在高速公路上全自動駕駛 而是說如果在高速公路上面 出了什麼事情的話 那它的責任歸屬 它的保險 它的所有後面的這些配套 就是所有的social norm 其實像我們現在的 就是大眾捷運法裡面那些捷運 新一點的那些捷運 它已經到達它那邊的level 4 就相當於汽車這邊的level 5 就是完全沒有人遙控 也沒有人看 那發生任何問題 好像Royal跑到捷運軌道上面 一定是那個人的錯 一定不是那一台捷運的錯 那所以它的那個場 已經有一個很明確的一個norm 就是一個社會常規 那未來就是就算不是 就是鋼筋選移定義的軌道 而是軟體定義的軌道 那它也可以算是這種捷運 那所以當這些很明確的時候 並不是什麼基礎上面的問題 那我們現在在速度不要太快的情況下 其實也已經有這樣子的 就是國內廠商可以做到這個達成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那個基礎處的 我們的無人載居的 整個創新實驗條例 目前每一個沙河裡面的實驗 大概都是在不同的就是level 那所以這部分 我是蠻樂觀的 那我想最主要的還是說 大家在哪些場域上面 會覺得說 這是在解決社會問題 而不是造成社會問題 所以場域的選擇 場域的調適 以及跟當地的朋友們發現說 這真的有解決問題的社會溝通 那我覺得這個才是 我們現在這個階段最主要 OK 那事實上 這個問題其實社會溝通變得很重要 對嗎 對 是 這個我想跟以前是不太一樣的 好 那再來一個是 我們蔡世榮問到的 中美大戰的因素 未來台灣的半導體產業 會不會成為大國想確保的目標 現在做什麼 好 未來台灣會有什麼不一樣的變化 對 我覺得半導體產業 現在我們在做的事情 不只是說 像現在大家看到的成功晶片 那樣這些事情 而是說確保說 我們現在在發展的這個方向 它不但是技術上是領先的 而且它的新的應用的可能性 好比像說我們叫做雲跟端 在雲的運算 跟在端的邊緣的運算 所謂AI on chip 或者甚至未來 甚至 就是ANSTROM時代 因為奈米已經不夠用了 奈米到一底下 就要用ANSTROM去算了 那那個時代 或者是環燈 或者是花朵無法導體 等等的這些題目 它一直可以長到 除了現在這些應用之外的 那只要這些新的應用 那只要這些新的應用 疫情都會足夠多 而且我們這邊的發展足夠快 足夠領先 那就會膽隔色發 就不會是說 別人在某個地方開了某個製程的唱 我們這邊好像戶果神山 就開始往下降 不是而是說 是一個山脈嗎 就是大家都是然然上升 就是每年還是可以再長高 一點五公分 大概是這個做法 好 聽起來你好像應該去找科技部長 沒有沒有 這些都是我跟部長學的 我們每個禮拜一起開會 每個禮拜中午才一起吃過飯 好 那我們借於同學問 請問政委 對目前這個Clubhouse 這個APP有什麼樣的看法 Clubhouse會不會對我們帶來 什麼樣的影響改變 我想補一個問題 你覺得Clubhouse有什麼 商業的可能性嗎 當然 我們剛剛講到遠區工作的孤獨感 那這個 就是產品它的Product Market Fit 很明顯就是要解決 疫情被關在家裡的人的孤獨感 這是很明確的 所以我覺得它會在特別是有 就是lockdown的地方 特別開始紅 這個是一定的 因為他們真的沒有別的事情可以做 而且每個人都看著螢幕 已經看到眼睛已經很酸了 那而且又不想要說要穿戴神器 才能夠去就是透過螢幕去搜秀 就是大家都覺得那個攝影機很煩 而且還會不想要拍到後面的東西 那看一大堆虛擬背景也覺得怪怪的 然後當然每個人都被劃略成16成9的格子 這樣 就是它是要解決上一代的這些 社群難題的一個不足 就是讓你的那個金融能看 可以變得特別低 所以解決孤獨版我想就是很有效 那當然我自己的用法是 可能也有朋友有看到 就是我專門買了一台iPhone Touch 然後在裡面就只罰 沒有什麼 沒有罰別的東西 那主要原因也是因為我們資產書說 公務員在做這些 它不是連對連加密 所以其實中間的每個號 都可以完整的測入裡面講的每句話了 那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是不會把它拿來做公務設備 那而且我還另外多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在上面講的就是每一場 那我都要嘛是全部的錄音公開 那如果短的話 我至少出資的紀錄會公開 這樣子就不會有人就是一傳實實傳百 然後每個人就是 傳的時候都稍微變造一下 說我聽到唐鳳這個 在Clubhouse講了什麼講了什麼 但傳到第三個 完全已經不是我講的話了 對 那所以這個是也是 其實不用管什麼 什麼聲聞低廢什麼 其實就是一般就是我聽誰說什麼 誰說了什麼 這個就已經很低廢了 不需要真正的去低廢它 對那所以我想這些都是很基本的 自保的一些做法 那就是先回答這個看法 那至於就是你想在那邊商機的話 我覺得有一個在Clubhouse上面 剛剛講到那個同時性 那個是特別強 所以任何就是同時性是稀缺的這些資源 那它就可以在這個上面去面前 那舉例來講像已經有很多的做法 就是每一個人在Clubhouse profile上面 去po this slide 這樣子的問題 然後那一場的那個主持人 去點每一個人的 profile 然後去 curate 就是哪幾個人可以上來講 因為它覺得說你在字界裡面 所給的這些關鍵詞 加在一起可以變成一個滿好的互動 那如果就是人太多了 就是互動比較困難的話 那它也可以指定說這三個人在 break out 然後去旁邊另外開一個就是room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跟線上學習 我們這個dynamic break out room 其實是非常非常像的 所以線上學習要繼續測載 然後讓聽眾可以變成講者的這一套 我們本來在線上學習 就有一個流量分析的方法 那我覺得Clubhouse可以更快的 因為這不需要book那麼多講師了 你只要book一個moderator或facilitator 那其他完全都是學員 立刻上來當講師嘛 所以它可以更快速的疊在這個線上共同學習的場景 OK好 這個有助於商周的改變 是 我們就從中 商周學院 商周學院就開始了 來弄一個 好 謝謝同學的問題 好 再來有個匿名的問題說 數位是未來的區域 該如何快速的全民數位化 那匿名的同學 你要不要說你是哪一種 你騙你加分 好來 第八組 第九組 好 好 那 最基本的就是digitization 機盤的部分 就是要確保寬屏性人權 在台灣的任何一個角落 如果你沒有10mgbps 那就是我的錯 那你可以 好比一下說 之前那個楊明山集中檢疫所 就有一個集中檢疫的說 他被在接近山 而不是接近 不是山的那一側 那他就很難受到網路訊號 那他寫封信 沒有給我說 你不是說跨民是人權嗎 我就沒有人權 我們那個 檢疫的地方沒有人權 國際人權失眠 然後我就 就趕快去協調 然後來 NCD說話電信 兩個禮拜不倒 就把那邊多零座機離開 然後他就 其實他那時候已經出現了 只想你下一波的人 在那個解消建議所 就至少有支影片可以看 就比較會爆掉 那我的意思是說 在那樣子的過程裡面 我們就會發現說 如果每個人都覺得 判頻不是只是用來下載 而是用來分享 那這個分享 對他來講 這個人的看法不高 那這樣的話 他就不需要特別學一些什麼 對他來講 他就只想我們這樣子 雖然在講話 但是他只要去接個 或者是說接一個攝影機 或接一個手機 他立刻就會開直播 反正你 每月已經付了499吧 不用擺不用 那你就是一直開在那邊 也還是499 雖然中華這樣加到469 但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樣子吃到飽的這個習慣 確實是 讓大家非常非常快速的 就是不只是數位是下載 而是數位就是不只一位 就是讓你可以同時出現在 很多不同的場域 不同的地方 然後讓你的這個觀點 這個看法 可以進入社群裡面 而不是只是 像看電視像 下載那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做法 就是 積極的高度的 互動的參與的 搶運越多 然後寬敵越是人權 那這樣子 全民社會化的速度就越快 OK好 那再來 又有一個匿名的問題 這個問題我覺得蠻好的 好就是 在一個階級 階級制度很明確的組織當中 我到底該怎麼樣如何協調 尤其在公開的場合中 我想提出建議或要求改革 我到底怎麼去做 會比較好 那反之 如果我明明知道 那是一個錯的事情 我該怎麼去向上過頭觀點 那這位匿名的同學要不要講 哪一八十 好 這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我具體的建議就是 去確保說 你的建議或者改革 它是我剛剛講到的 所謂的 parital improvement 就是political改善 它是在 不犧牲任何人的情況下 但是就可以讓事情 變得更好 但這個幾乎不可能 靠一個人的力量去提出來 因為 每一個人他看事情的角度 都是他的角度 那你怎麼知道 你不會犧牲到 你對面的人是不可能的嗎 所以它前面還有另外一段階段 我們如果用 設計思考的語言來講的話 我們提出建議會 要求改革 已經到後面的這個diamond了 就是雙鑽石的第二個diamond 它已經開始要deliver了 要開始develop deliver 那但是前面 就是我們要怎麼樣 確保說大家 雖然立場都不同 但是有一些價值是共通的 這個部分 就是剛剛講scalable listening 要去聽每一個人說 選每一邊站 這個可能才是 真的需要花時間的部分 所以我自己的做法 就是說 在提取選議要求改革之前 我會把大家提議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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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事們之前 我都會先確保說 我真的能夠 站在每一個厲害關係人的角度 去講說 從他的角度看 這個改革的方案 怎麼樣讓他的生活變好 或至少不要變得更差 那我如果發現 我還不能夠從某一方的角度 做這件事情 那我就再花一兩天的時間 再去跟他去做訪談 那這個訪談 當然從他的角度來看 他為什麼要做實話 對不對 那我就會跟他說 呃其實我現在這次訪談 並不是呃 就變成公開場合會議 而是我其實先瞭解 我要怎麼從我的角度去 講他看到這件事情 所以大部分的時間 其實都不是我在講 而是他講 然後講個五分鐘四分鐘 然後我有文化 呃 試著把它重新講一遍 然後他會告訴我說 我這樣講一遍改全 這樣講不對 這樣講怎麼樣 那但是這樣子積極聆聽 大概一兩個小時之後 大概都可以熟練到一個 他會發現說 欸那大家還是有 共同的價值 的這件事情上 所以只要各方當最後 都覺得有共同價值力 然後說 這是大家共同價值 因為這個共同價值 所以我們提出一個 具體的建議 那這個時候這個建議 基本上是不可能 會被打回票 而且對你自己也是 比較安全的 就是通常做法是這樣的 好謝謝 那再來我們就是 有兩個問題 這個 這個李同學問到說 政治這條路 你到底走下去 是想改變台灣什麼事呢 好然後再來一個 你會不會覺得 陳同學問到說 你會不會覺得 台灣的數位的腳步 是慢了一點 對 第一個是說 我想最主要的還是 深化民主 然後連結國際 那這個其實也是 台灣不管哪一個黨派 或者像我是沒有黨派 大概都同意的一件事情 我有一個朋友 他在總統大選的 好像前一個禮拜 去問就是 最大的兩個陣營的 狂熱的支持者 那在他們造勢的時候去做民調 說你們這個陣營為什麼特別好 另外一個陣營為什麼特別差 那發現說 雙方的共同價值就是 深化民主連結國際 而且兩個陣營都覺得 對方做得很好 但是這個好處是什麼 就是說 那我們如果提出來東西 它真的是深化民主 以及連結國際的 那至少大家會覺得說 它如果要批評我們 它必須進出更好的這個做法 因為這個也是它認同的價值 那所以這個時候 大家的力量是放在 co-creation 就是互相求進步 這個上面 而不是說價值上面 背道而馳的這些事情上 所以 大概我想要做的就是 深化民主連結國際 那是從台灣出發沒有錯 但是是連結就是 整個整個世界吧 那第二個是說 數位化的腳步 我覺得應該這樣講 就是我們不會再不必要 然後它其實沒有解決社會問題 反而造成社會問題的那些地方 去導入任何數位技術 而是說它本來有社會問題 或有一些痛疾要解決的地方 所以我們大概都是 做一些學生送派的事情比較多 那比如說 無人機無人載居的這些 創新實驗條例 它用來好像無人機送藥到偏向 是比較多 解決通勤問題是比較多 離島的交通這個是比較多 那遠距像蘭嶼的那個護理師 它可以做遠距像 閃掉不用打營直升機 這種都比較多 那你說它是不是慢呢 確實因為它是分散在很多地方 不是一個地方 然後先快起來 然後其他人好像就是沉默結石這樣 而是真正需要的人 就可以很快的得到 他所需要的這個解決方案 所以如果是以單點的 往單一的方向 就是單一的方向的發展速度來講 看起來比較慢 但是如果你是真正有需要的人 你從有需要到這個需要獲得解決 它速度比較快 那這是所謂比較inclusion based 就是以韓融為基礎 就是這樣一種想法 這並沒有對錯 但一向台灣在數位發展 從最早我小的時候 當時還有什麼公共電話題 在不經濟定義地區 什麼設置條例 就是任何地方設有公共電話題 就算轉不回來 還是要設公共電話題 那個就已經是這樣的想法 那也可能是因為 我們在就是現場自修條文裡面 說什麼全民健保 然後就是各地通常的交通跟通訊 然後以及特別是國民教育的 就是學習權 那這三件事情 是所謂社會主義核心 就是怎麼樣子 都是要大家的機會是均等的 那其他的部分 當然是完全自分主義的世界 但是我們在這個 就是數位它是建立在通訊的部分 然後它去幫忙 學習權跟健康權的部分上面 那這個我們還是以進行為止 OK好 那再來一個問題說 欸 網路是基本人權 那兒童什麼是否可以結束 當有一個小孩跟那個 爸爸媽媽網路是基本人權 這時候你同意嗎 當然同意啊 我覺得 而且兒童的權益 他也是要靠他自己了解到 他可以主張什麼權利 來做的 那我自己有參加一個 叫做Five Rights 那它是就是在講兒少 在網路上面的一些 基本權利的一個組織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到線上稍微看一下 我會覺得說 我們現在去大幅的讓兒少來參與公共決策 它的基本概念就是 從那時候新課綱的時候 開始就是 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 就是 只要是關於誰的 就要誰的參與 那所以這個部分 它只要有參與的想法 有參與的意願 其實像我們在中英平台上 就那個公知公路參與 平台的連署案上面 已經有高達25%以上 都是不到18歲的人 在上面去提案 所以他根本還沒有投票權 也沒有公投的權利 但是他其實已經在參與很多 像逐步什麼減輕 那個一次性參與 特別是珍珠奶茶塑膠吸管 或者是說 他的學習歷程的檔案 他們經過一次很大規模的審議 終於把學習歷程調到一個 就是在學學生 不要能夠接受這個處理方式等等 那這些都他們勇於爭取 自己的權利來的這個節目 OK好 再來第六組的同學問到說 這次疫情加速了這個科技的革命 尤其是這個Touchless的有關的人事務 那有關推動Touchless這種 Cashless的無資化 這個無資超化的話 你的看法是怎樣 對我覺得 我們好像台灣特別滿 對我覺得是因為 我們並沒有去說 我們從一天開始不抓微潮 或者是說從一天開始便利商店 不能適合提款機 其實只要這兩個政策一下去 那個馬上 行動支付就到90%以上 那對 但是這個就是我剛剛講到那種 就是犧牲很多人去 成就某一個單項的KPI 嘛 那我們如果去跟非洲大陸 某些地方去比的話 那個是沒有道理的 因為他們就是因為微潮暢 而且沒有什麼提款機 所以才全部都變成行動支付 那我們本來的這個支付方式 就已經有滿高的公信力 就像說為什麼我們不馬上去 採取加密貨幣 那當然是我們的法幣公信力還不錯 那當然都是這樣子 所以我會覺得說 我們現在的發展方向是 如果想要用行動支付的 我們不要讓你不能用 那就是up in 那但是也不是說 因為要推動行動支付 所以故意讓某些場景 本來明明可以用紙鈔的 所以現在不能夠用紙鈔了 大概是這個做法 那這樣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大家會 如果對紙鈔有一些性質 是大家喜歡的 好比像說令型的這件事情的話 大家會去要求那個去做 數位置付的那一片 也要能夠至少在 沒有到行動支付那個經驗以前 能夠保持靈明性 那這個時候 是因為我們有一個BANDA 就是這邊如果沒有做好一個 靈明性的保存 或者是隱私的保護的話 那我們至少還有紙鈔可以用 但是如果現在是國家帶頭說 我要監控所有人的消費的話 那當然這些政權就會去故意削弱 大家的談判的這個立場 那這我就不特地講 哪一個國家 OK 好 那因為我時間有限 只剩下五分鐘 所以我就先問這個 有已經秀出組別的好不好 第九組問說 台灣數位化成是短期計畫的哪些 短期計畫的話 我們目前可以看到有智慧城鄉 這個已經執行一陣子了 那亞系也執行一陣子了 這兩個是比較大的 那你從智慧城鄉 就是工業局那一船 以及亞系再去展開的話 就可以看到很多做法 那目前另外一個方向是 所謂的永續城市了 至少就是北三都 可以這樣講嗎 已經有制定他的地方的永續發展的報告 所謂的VOR 那因為他們都做了 所以其他也遭受到壓力 據我所知都在想辦法做了 那所以這件事情也是說 他的數文化不是只是說 Smart City 不是說城市變得有智慧 而是Smart Citizen 就是說讓每一個市民 可以有足夠多的工具 去讓城市變成他自己 比較喜歡看到的那個樣子 而不是只是說好像那個市長 喜歡看到的那個樣子 那這個也是VOR裡面在講 就是公民參與啊 或者是永續轉型啊 這些很重要的一個精神啊 所以我覺得VOR也是一個很值得幫助的趨勢 OK好 再來一個就是 第四組問到說 政委非常關心年前 請問2020推動的T大使計畫 公文的願景的實行成效 對 我們第一批其實已經完成訓練 而且都已經在十多場域 然後已經開始進行體驗了 但是因為我們目前還沒有到 就是半年的體驗結束 可以做後測的那個階段 所以目前只有一些Mate Point 那Mate Point我自己是蠻高興的 就是不是指在自通訊的產業 而是基本上 穿槍啊 設計啊 這個製造業 整個供應啊等等 一方面是有些已經做得蠻好的 但是他希望能夠更多年輕人了解他們 知道他們的存在 那二方面是說 傳統商人在做這一類的計畫時候 都是中南部的朋友開始往北部集中 但是在這一次也是因為科技化辦公室 就是無部長的了求 我覺得這次很棒的是 它是反向的去流動 就是確保說有些北部的建議 他學到一些數位轉型的這些做法 那他本來不知道 但是透過這個計畫知道說 原來非常多做智慧機械啊 做精力製造啊 做這些的朋友 其實也在做這方面的行程 那因為本來他們比較 不跟這個社群接觸 所以我若是一個剛畢業大員 我根本不會知道這件事情 因為在探業時代以下 他們就五個意思五個意思 開始願意走入這些地方 也翻轉了大家覺得說 一定都會往台北集中 這樣一個做法 所以我覺得至少再重新想像 就是台灣的分工上面 我覺得這個計畫 什麼來幫助 OK好那 閻同學問到說 像國防部這麼難改變的這個態度的話 你有沒有一些這個在制度上面 如何感到溝通 不過就是說 國防部大概不可能是用我剛剛講到 那個就是全面全面透明 這個這個 他們造的需要你行你你來喔 他的定性就不是這樣子嘛 我們這些朋友們在做的事情 都是不怕你知道 只怕你不知道的這些事情 所以為什麼一開始外交部 也沒有人來我辦公室 但是後來五部長上任之後 就開始有人 因為有公眾外交 他們發現說很多外交在推特上發生 都是就是只怕你不知道這個做法 那但是我想 大部分的國防活動 還是不是在推特上發生 所以我是覺得說 不是說我想到一套做法 這套做法 我一定要是必在不適合使用的地方都使用 他不適合使用的地方 我就說我不知道我不懂 OK好 那我們郭同學問到說 你在德國讀書嗎 如果讓你做教育部長 你是不是可以讓台灣的人更有競爭力 而且你可以過目時好 過目國 是 當然就是 我們不忘記是在 就是有睡覺的情況下 因為我 我看的時候 像看艾克卡拉樹 我看的時候其實是沒有擠下來的 我是掃描 然後去睡覺醒來 才會擠下來 所以其實我看書的時間 可能還要再加八個小時 但是說那八個小時用來就是消化它 那我想我自己的做法是說 我在德國在學習在讀書 其實最主要是感覺到說 雖然那時候我是十一歲 我的同學都在十歲 但其實他們的待人 處事等等 時間管理都非常的成熟 現在就是小大人 感覺上比我成熟 但是在當時就是我的十一歲的 台灣的同學其實都沒有那麼成熟 因為當時的家長是把小孩當作小小孩 但是在德國他們是把小孩當成小大人 就是有點類似皮馬龍效應嘛 就是你期待他像個大人 他就會成熟的比較快 你還覺得他是小小孩 那當然他就沒有什麼成熟的可能性 對所以所謂的事情 然後才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你要給他一個當作一個大人 像彼此給助交代 對自己負責的這樣子一個空間 是比較早就能夠投入實際的 社群有幫助的一些作品 一些project一些專案來 而不是說好像他一直是小孩 然後被你安排了這樣子一個做法 那不過我不需要的小孩部長 我辛克剛已經是這樣子 而且已經是我們非常懂 國民教育的團部長在執行 所以其實我是很放心的 那他的目的倒不是說 小孩跟小孩之間的競爭的那種競爭理 是每個人都有自豪和公好 這種核心素養 那作為一個團隊 那個團隊比較的競爭理 這個也是辛克剛能教的最大的不同 好我們進入最後的三個問題 好要拍照他已經叫車了 對其實好像我們是進入回教時間 好那我們最後一個 那要不要你直接答這個 要不要降網路費 然後還有虛擬貨物 那是 就是當然我們499降到469 到底還能不能再降 這個就是臉性上 還決定的 我是覺得我們在偏鄉 或者是在其他他的街區的 權力比較不足的地方 那個當然一直都留不住 但是目前已經是相當相當低的一個網路費了 以我所知 而且NCC是獨立機關 我有辦法幫他講說 以我所知 目前並沒有 除了變相之外的 全面下降這樣的一個政策 那對於虛擬貨物的看法 剛剛其實有講嘛 就是說如果法幣強的地方 虛擬貨物不一定能夠去取代法幣的地位 但虛擬貨物的好處就是他的治理的那個方式 是整個社群一起決定的 而且他可以試很多不同的分岔 所以我們從虛擬貨物的那個社群 像我自己雖然是政委 但是野斜槓 同時在創業 我現在四個堅持 很快要變七個 那都是國際的這些社創組織 非常利益的 那其中一個就是跟VTOLIC PULTERING 就是以太方的創辦人 一起去做治理的這種創新 叫RELICAL EXCHANGE 所以我們就是有些新的想法 像平方投票法 我們就在以太方的那個虛擬貨物的治理圈先試 試出來如果不怎樣 那就不怎樣 但如果試出來真的還蠻好用 我們就拿回來到我們的公共政策 像他們的黑歌頌來試用 所以我覺得 即使我們沒有辦法 利往虛擬貨幣那麼快的去移動 但是在虛擬貨幣所謂的鏈圈 試出來的這些新的事情方式 確實對我們民族神話 以及國際聯繫相當的幫助 好 我們掌聲謝謝鄭文 今天請大家說有問題